太混亂了 在日本的藥妆店出現了 一班中國人 跟中國香港人吵架 最後有一個 粗廣東話的藥妆店的 員工來勸交 我不會因為那班據說是講上海話的女人 說廣東話似乎是香港的 口音是香港的 女人吵就一定覺得那個 大老婆適合 或者不適合 又是一隻手掌棚不想買東西 可能排隊或者遇到的時候 需不需要這樣說 反而我不是想說那些 一定會失禮的 而是如果你的女兒 或者老婆 跟別人吵 跟老婆吵 動手動手 我不知道是你老婆動手動腳 因為我們不知道就看不到 還是對面的女人動手動腳 幫不幫忙 剛才男人說 你不要讓我打女人 打老婆 最後都沒有下手 我覺得這個是難思的 老實說 不要動手動手動腳 就打老婆 好了不要動手動腳 吵你了 吵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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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些女人的樣子真是好想罪 搞甚麼吵我 堅決不肯收聲 他在那一堆臭屁 慧民除害 慈劍慧盜 威劣你有沒有在 但一拳打死他 男女的體質不同 你真的很難搞 打不打 我沒有答案 看二人能否控制到 男人一加入的人就說 男人和女人很吃虧 當然拉得開老婆就算數了 只會這樣鬥屁 多麼無謂 好了 今天真的要說一下這個球 首先我們不是說未受過的球 我們先說昨晚的三場球 我首先對蔡爾維亞真幸運 因為我很討厭這對球 為什麼呢 你看到英國的場球 你這樣贏不到英國 英格蘭 真是很討厭 英格蘭 好了 三點的場合沒有看 咦 屁股有料 西班牙 屁股有料 西班牙 屁股有料 他說什麼 太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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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格蘭16強曲出國 但是這樣說 通常球隊這麼早有表現 都是麻煩 當然 不過他連續兩場都有表現 意大利是輸得少 我從來都說意大利是不懂得踢球的 如果不是當拿龍馬救了幾球 是呀 輸了幾球 不過我昨天就忍忍覺得 意大利是否會反對 意大利就是這樣 現在有好幾個人 意大利只有三分 變成某程度地 某程度地 就把前天 現在說是昨晚 克羅地亞 放生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克羅地亞就有線生機了 他搞定意大利就可以了 但是他搞定意大利 意大利只剩下三分會出國 就不知道 因為又有看 最後 西班牙的斷股 他又沒有理由會輸給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昨天也打得不太差 是不是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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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 看他沒有什麼心態 西班牙 但是呢 克羅尼亞 就還有一線生機了 一昨天就分了勝負 如果你每人一分 你就真是白癡 我想說英格蘭 第一場打得很差 於是昨天 收副機 我們看到他 做了很多人都沒見過 就是一次過換了三個 很少 聽到別人吵架 他 究竟這堆球 為什麼要換走克里加尼 這堆球 你看看我們 不要說換人之前 不要說換人之後 在說換人之前 屌你老母 你那個 首先 你 阿 阿 淮斯 還有那個 那個 那個 阿羅 不用說這個廢 那個什麼 屌你老母 你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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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條中場線 從頭到尾 是不夠人搶的 就算入球前 喂 你正常來說 我跟我一起說 我真的逐個計 現在人家在猜球 算了 又沒有人去搶 你拿球來猜 就是要做些事情 喂 這個是全世界最華麗的 一對球之一 前面 衝前場 哇 又是懷斯 又是比林涵 又是薩卡 又是霍頓 然後有 卡里加尼 那你猜就好了 沒有 就是霍頓 在曼城和英格蘭 都是兩個人 不是 昨天叫做 放生他一些 那你要在曼城 你要有很多大哥 放著他 好了 那個中處 叫放生他一些 真是給你第一場 說真的 我今天看到一個網友寫 因為我昨天就是這樣說 我告訴你 你不要說什麼 你只要把那個卡里加在前面 比林涵 那些人會在後面衝上來 你不斷斬球進去 喂 都兇一下他 這叫簡單足球 真是不要打得那麼複雜 簡單足球 喂 丹麥好 丹麥好簡單 反擊 丹麥贏不了我幾人 下半場 應該要贏 丹麥 我真的很想押動 你是不是仍然覺得收夫機OK 不 這次你收夫機真的很嚴重 喂 你要記住 就算當時拿阿軍 上一屆都嫌去炸 你要記住 收夫機呢 世界杯兩屆 一屆第三 一屆八強 上屆的阿軍 還有今屆四屆 大賽 就算 如果計表現 最差是這次 最差是這次 表現 是那對球的表現 差到 喂 好了 都不要緊 你斬過去最簡單足球 又不行 你一下子就說 你是不是有些什麼 把他們發揮 把薩卡 把霍頓 放生 一屆都打進去 沒有 我是完全不知道他做什麼 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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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斬了 但是又換了馬克力選來 換了人進去建立 那些什麼 什麼師 快了 斬了 你又沒有人 你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他做什麼 他臨尾還有 他不輸 我真的覺得 別人就是這樣起腳 他不輸 為什麼不輸阿彭馬 這個又奇怪 人家這樣做 當腦肯 首先 你不要去武國 他當腦肯 第二 那你現在都不出 你是打算去秘密武器 你進到八強四強 你不要被人看通 你打他來做什麼 讓我想起 當年 現在有癌症那個人 他有什麼名字 阿彌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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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進去做什麼 又讓我想起九四年 巴西帶去朗雅道 他去做什麼 朗雅道 1994年沒有出過場 那些球迷是這樣 阿彌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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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這些環境 他當腦肯 又那麼健康 而且他 可以做到球 他可以做到球 阿彌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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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真的很垃圾 這樣講 剛才說 現在開始 慢慢的狀態 上去 都可以得到冠軍 但我現在也不排除 英格蘭 可能是決賽的 我也不敢排除 但是 你也讓我們看到有進步 有防 他昨天不是說打什麼戰術 就是打到一隻屎 你說我打防守戰術 我明白 他不是想打防守戰術 我不知他做什麼事 不知他做什麼事 他說壓到前又怎樣 你完全做不到公勢 他的規格都是零點幾 你很混亂 怎麼搞啊英格蘭 有失敗 可能因為有失敗就有辦法 形勢就不是很差的 有四分 那是七銀線的 出線沒有問題 反而我想說美洲國家報議 今天開球 第一場贏了 2比0就贏了加拿大 我們先看看美洲國家報議 很多東西 我們先說什麼 不如先補完兩張照片看看 大家看看現在 歐洲國家杯B組和C組的形勢 就是踢完兩場了 B組 西班牙 意大利 阿爾巴尼 阿特羅地 阿拉上聯賽賽 西班牙對 阿爾巴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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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特羅地亞 西班牙如果活!? 如果 兒巴尼 阿爾巴尼這個克羅地亞最上的 原來克羅地亞勝意大利的話 如果以傢儼的話 那未必意大利也有機會要數,要拍照 如果阿爾巴尼亞贏西班牙,黑羅地亞贏西班牙 那你如果阿爾巴尼亞贏西班牙就算了,阿爾巴尼亞贏西班牙 但阿爾巴尼亞不是很差的,老實說,我對他有好感 我對阿爾巴尼亞挺有好感的 老實說,他差點輸,但也差點贏了克羅迪亞 他也打得不太差,兩人落後追上來 不過說真的,克羅迪亞這一屆的演出,都真是老了,沒辦法了 好,再去,阿爾巴尼亞贏西班牙才能入獲勝 英格蘭加4分,丹麥2分,斯洛文尼亞2分,塞爾維亞1分 塞爾維亞昨天真是很討厭這波,真是算數 現在尚餘呢,丹麥對塞爾維亞,斯洛文尼亞對英格蘭 一個不覺得,斯洛文尼亞弄得怎麼樣 再這樣踢,真是難說的 如果不是,其實照看的形勢,都是英格蘭和丹麥會高些 丹麥昨天那球呢,其實那球球呢,射多十次都未必能入到 但是反而他有些,昨天沒有做到的入球呢,我覺得很大機會 他就這樣走上去擁,都擁你了,擁你了,擁得比你厲害 擁你了,英格蘭真是很噁心 這個形勢這樣,但是英格蘭就沒問題的 就算他去上海牆,擁你了,輸給斯洛文尼亞 擁你了,他4分就出眼線了,很難越局了 好,回來了 美洲國家盃,對哪一隊去到 所以今年歐洲國家盃很多網友說氣氛不是很足夠 第一,香港真是死去臘肉 第二,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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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對了 所以,又說要和我們都要養精畜蕊 大哥,很累的,你以為不累嗎 他昨天這樣,我都不看了,意大利對西班牙 因為你始終是太能辛苦 我們看看這個美洲國家盃 美洲國家盃就是前身的南美足球錶標賽 只是南美的 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國家級足球賽事 比世界盃和歐洲國家盃更早的國家級 世界上最第三人看多的,大家猜到了,是世界盃 歐洲國家盃 第一屆是1916年舉行的,在阿根廷 也是同時慶祝阿根廷100周年的獨立日 即是1816年,就是阿根廷的立國 好了,他的相隔的舉行時間經常有變化 這也可以說是南美洲人的紀律問題 可能有時候交通不太方便 就是明年,拉丁民族就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就沒有太多人尊重 好了,到了1975年就確定 四年一次 應該由那時候開始build up 但是在1987年,到了2001年那十幾年 就改為兩年一度 為什麼有四年會變成兩年呢? 因為四年太久了 他們那時候不斷想看板 有些球會 想球員可以出到球賣 其實是商業因素 其實雲家都說世界盃要兩年一次 太瘋了 有分組賽有成 但是南美國家盃呢 因為南美國家少 只有十個國家 所以南美國家盃呢 其實就是沒有什麼外圍賽的 喂,我們經常看南美國家有外圍賽 打世界盃就叫外圍賽 南美國家盃就不用外圍賽 好了 到了2001到2007就說 一開始爭論 究竟應該是兩年 還是四年 有些和事佩老友說 不如三年吧 中間學物 你說四年又太長 三年呢 由2001到2007就改為三年 好了 到了2007就終於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 世界越來 有互聯網 他們就決定 四年 而且 不如跟歐洲國家盃 這個也是很大爭議 同一年舉行 他們說 我們哪能不練 但是最後也覺得 跟一年舉行 因為球員 球會 甚至是球員 都認為是這樣 譬如現在 歐洲的 就去踢歐洲國家盃 南美洲就去 美洲國家盃 踢完 七月八月就回來 開球 明年就沒有了這一堆 而且 就變成 足球年 就是我們看圖 這個月 這個暑假 就變成足球暑假 那你就好 好 好了 1916年以來 十支南美球隊裡面 原來 有八隊 都最少贏過一次這個盃 就是南美國家盃 只有兩隊沒有贏過 就是阿瓜多爾 即是現在 這兩個都是 林文偉奈 瑞拉 這兩個是我們偉大祖國的朋友 阿瓜多爾沒有這麼朋友 取消他們簽證 剛剛 不是不朋友 大家搞清楚 他取消簽證 純粹 為什麼呢 也叫做幫幫我們偉大祖國 如果不是每個人 因為他免簽證 每個人都會去阿瓜多爾 做跳板 做跳板去美國 暫時先取消簽證 遲些可能都是朋友 不過朋友 這班都是打靶 馬金廷 全部 銀家產的時候 收了那些人民幣 你可不可以以為 轉過來香港 就賣下去 這些 不夠義氣 你說義氣 金仔有義氣 絕對不會 瘦輸兩端 兄弟 撐你 普京不用說話 還是你還送一輛車給我 原來是俄律書的 還要有國家 還要和我 現在要巴結阿金仔 真是大大學 又不至於巴結 人家 人家安打 其實問題是 其實問題是 金仔有什麼給他 我真的想 沒有多少東西給他的 你沒有辦法了 因為有些國家 現在被人渴望 就沒有那麼明目張膽 但是這樣 那些國家 又不會喜歡 你們兩個世 即是認為你們兩個世 現在 你們兩個世都這麼近 麻煩 真是慘 我是普京 現在去扔什麼 扔特朗普上來 希望 可以下台街 好了 有很多人 包括老蕭 經常看 每月散播 一種 如果這樣 等俄羅斯走得掉 如果真的 特朗普上來 那就沒有道理 沒有天理 那就去侵略了 但現在怎樣 繼續拖下去 不停死人 而你們 又是死人 而你們 你要罵誰 你一早就不給大殺傷你的武器 人家國內反 其實是因為那些錢 很難不明不白 一早 一早叫你封了天空 根本就是 屎子撲土 你一早就收他 烏克蘭想炸俄羅斯 那些軍事基地 最初又不敢給 到人家 捱到現在兩年多了 你才給你 就糟糕了 好了 歷史上 阿根廷和烏拉圭 在世界盃 歷史上奪端次數最多 在美洲國家盃 世界盃就不是 因為阿根廷應該贏了 三屆 烏拉圭 就兩屆 烏拉圭 美洲國家盃就是 他們贏很多 巴西反而贏得不多 美洲國家盃贏很多 贏了十五個獎盃 阿根廷 三屆世界盃 世界盃 世界盃三屆 七八 七八八六 還有剛剛上屆 烏拉圭 第一屆和第三屆 三十年代 其實四五十年代最慘的是匈牙利 那一刻就想到現在六十年了 即是那個裘王王馬那些 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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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斯卡斯 那一屆就被德國佬陰想到 一頹不振 匈牙利 這類很漂亮 還有匈牙利 他的姓是放在前面的 整個歐洲來說 例如你叫Berry Ma 他媽Berry 很奇怪的 南美國家盃 本來他是輪著 例如大哥二哥三哥這樣去輪著 輪到今年 2024年應該是阿瓜多爾主辦 但是前年的阿瓜多爾 搞不定 放棄舉辦本屆賽事 好了 秘魯美國都說有意舉行 但是最後呢 現在呢 都是美國聯同加拿大和墨西哥一起舉行 為什麼呢 這個也是 一個前奏 因為美國加拿大 墨西哥將會舉行兩年後的世界盃 2026年 所以現在是一個 pre match 不是預賽 是一個彩排 rehearsal 好了 今次這十隊 就會加上 去年中北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聯賽 那裏有六隊出來了 其實呢 哇 你說不是代表 當然不是 加勒比海和中北美洲 你還有些什麼 海地那些 都是的 前里達 是的 所以在他們那裏 有一個什麼叫做國家聯賽 就出了六隊 那六隊就 已經熟了熟面了 哥斯特利加 加拿大 美國 巴拿馬 墨西哥 阿米加 全部都打過世界盃 加上 不用打外圍賽 從來都是南美十結 我們一打世界盃外圍賽 通常就是 十隊 其實很難出不了 所以巴西 這麼想 都能出到 就是 因為十隊可能出六隊半 那三隊半 阿根廷 波利維 巴西 智利 哥倫比亞 阿瓜多爾 巴拉圭 秘魯烏拉圭 和委內瑞拉 但是其實 這十隊 有這麼說 即使我們認為 他沒有拿過 美國加拿杯 的 和阿瓜多爾 都有 現身過世界盃 都有現身過世界盃 其實現在的水準都越來越近 以前 我們說 對委內瑞拉 和阿瓜多爾 說我們年輕人看球 十八十年代 真是數他十球八球 現在都不會 阿瓜多爾的世界盃 很厲害 波利維亞也是 高原 所以 這十六隊 他反而 他的形勢更好 分成四組 ABCD 阿根廷 秘魯 智利 加拿大 A組 B組 墨西哥 阿瓜多爾 委內瑞拉 阿米加 C組 美國 烏拉圭 巴拉圭 波利維亞 B組 巴西 哥倫比亞 巴拉圭 哥斯達 小組 頭兩名出線 八強 第三名 然後四強 淘汰 決賽 冠軍 簡而清 我覺得 發展到尾 我覺得他精彩 可能都很好看 四年一次 以後都是十六隊 會好看 五、五、六 就連踢兩屆 只要慶祝一百年 那次慶祝一百年 有一次就說 我們看看最後一張圖 很細 你們都可以看到 但是 就看到這個足球月 真是這個 福球 不用睡 我們看6月21日 最上面的第一格 今早 其實就已經 藍色 首先 就是這個 歐洲國家杯 紅色 就是這個 美洲國家杯 從今早開始 我們已經出的阿根廷 對加拿大洲 明早又有 我看不到是甚麼 紅色 紅色 因為我們 是少了 他們少了兩組 少了兩組 所以 我們一看到 最重要的是 他們是達到 我想是國際足協 歐洲足協 南美洲 和中北美洲 都有默契的 他們去到小組賽 最後一天 都是在7月3號 剛剛打完小組賽 OK 然後 較早一天 較早一天 就開始打淘汰賽 今次一起 每天都是大家有的 大家有的 決賽和四強 每天 決賽和四強 OK 變了 那晚 三點鐘 你看完決賽 八點 就有另一場決賽 6點走的 很尷尬 就是 你如果看完五點幾 六點 即是直接六點 七點買 這樣就寫信 十點買 七點也可以 你現在就很尷尬 你分了 幾多鐘 但沒辦法 其實 不過這樣說 其實現在美洲 國家杯 即是球隊的表現 都很 即是味道都很歐洲 真的不同以前說 分野很大 最重要是巨選強陣 就像阿根源那樣 希望 巴西今次那個年輕人 有沒有推出呢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17歲那個 我只想看那個 E-N-R-I-C-T 那個那個有入選 E-N-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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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入選 那個值得留意 這個簽了皇馬 今年加密皇馬 17歲 哇 浪牙島那本 謝謝